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近期有热身赛 奥运会落选赛预选赛也在进行中 一些现役球员也是参与到了其中 如果要说比较抢眼的存在 申金就赚足了大家的眼球 申金单场有过30分5篮板5封盖的数据 四场国家队比赛下来 申金场均可以拿到19.3分6篮板3助攻数据 投篮命中率达到了57.1% 华球命中率为87.1% 除了申金之外 还有一位球员也打疯了 那就是勇士队新员萨里奇 萨里奇今年休赛期加盟了勇士 但他并没有闲下来 而是为克罗地亚队在打奥运会落选赛预选赛 其实欧洲篮球的相当的卷 一些球队想要进奥运会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萨里奇在克罗地亚队中 是绝对主力的存在 在刚刚打完的与荷兰队的比赛中 萨里奇就展示出了自己全面能力 萨里奇拿到了13分6篮板的同时 还贡献了12助攻3次抢断 命中率为54.5% 正负值达到了加11 就13分12助攻6篮板3次抢断来说 还是相当的出色 将萨里奇的特点彻底发挥了出来 不得不说 在国际赛场上 他们是真的很知乡 不光是这一场比赛 在之前的两场比赛中 萨里奇都是带队取胜 第一场以86比55大胜比利时队 萨里奇很高效地拿到了17分3篮板 4助攻3抢断 1封盖 其中3分球3中2 正负值达到了加37 对着瑞典队的比赛中 同样是带队以99比67大胜对手 萨里奇拿到了9分7助攻4篮板 正负值为加20 这几场比赛 萨里奇打得相当的轻松 将自己的能力展现在大家面前 萨里奇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位球员 全能不说 还能成为球队绝对核心 帮助队友轻松得分 勇士新元在国际赛场上打疯了 对勇士来说 绝对是好消息 勇士今年休赛期签下萨里奇 萨里奇也就成为了队内最高的球员 下赛季绝对会被中用 不得不说 勇士这笔签约大获成功 萨里奇今年只有29岁 整个职业生涯 场均可以拿到11.0分5.6篮板 还是很不错的角色拼图 上赛季在为雷霆打了20场比赛 萨里奇在13.7分钟的时间内 可以拿到7.4分3.3篮板 投篮命中率为51.5% 三分命中率为39.1% 对于勇士而言 他们就需要这样的内线 能拉到外线去投篮 库里一直在等这样的内线 如今终于等到了 其实萨里奇还能做得更多 除了得分和保护篮板外 还有一手侧应能力 不过考虑到勇士有格林和保罗 萨里奇也就不需要做这件事 除非两人缺席比赛 克尔就能拿萨里奇当格林用 总而言之 萨里奇是勇士休赛期 最好的引员之一 毕竟他还年轻 正处于职业生涯黄金期 就看看小伙能不能在勇士找到第二春 明年夏天争取一份大合同 送走维金斯 勇士三换一交易方案 太阳弥补短板冲关 勇士解决难题 今夏自由市场开启后 西部多支球队展开军备竞赛 太阳动静最大 送走保罗换来比尔后 又陆续牵下戈登 杜边雄泰 迪奥普 尤班克斯等人 胡人也成功保留西绝框架 同时 针对性牵下海斯加文森特加 普林斯加雷迪时 三年1.86亿美元长约绑定农眉 可以说 胡人管理层真是以冲击总冠军为目标 而作为老牌净旅勇士 上赛季 因为年轻球员和功勋老将的对立 他们一整个赛季打得都不好 今夏送走普瓦尔迎来保罗 同时牵下萨里奇 相比上赛季 球队的凝聚力肯定有所提升 虽然保罗已经38岁 但是他能分担库里组织压力 带队下线也有所保证 经过这些操作 是不是西部这些球队都已经完美无缺了呢 太阳其实就存在很大隐患 因为四巨头的薪资 就达到了1.63亿美元 占据球队总薪资的超过80% 剩下的球员只能拿底线 想要冲击总冠军 每一支球队犹如一个木头 最长板能保证球队上线 但如果短板太多 其实就代表着不稳定 上赛季季后赛就是最好的例子 和绝筋系列赛 打到最后进攻端 就只能依靠杜兰特和布克 其他人根本帮不上忙 而作为去年总冠军勇士 上赛季也被胡人淘汰出局 掌舵着麦尔斯黯然离开 随着普尔的离开 球队不稳定因素被化解 但是球队缺乏内线支柱的事实 无法改变 这不是一个萨里奇到来 就能彻底解决的 基于这些事实 专栏记者特朗里列出一套双赢方案 具体如下 勇士送出维金斯加卢尼加穆迪 从太阳得到爱顿 初看这笔交易方案 肯定觉得勇士吃大亏了 维金斯是什么级别 去年勇士夺冠 维金斯是美眉公认的总决赛 表现第二好的球员 风评远远高于塔图姆和杰伦布朗 外卢尼也是兢兢业业的功臣 加上年轻的穆迪 去换一个软弱的爱顿 值得吗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 爱顿上赛季在禁区内投篮命中率 达到了78.2% 场均18分十篮板 1.7助攻 爱顿他在太阳的挣扎 更多源于他和管理层之间的矛盾 和前任主帅蒙蒂之间的隔阂 以及他无法成为真正的具备战术 发起功能的核心 用特朗里的话说 维金斯都能在勇士焕发第二春 爱顿凭什么不能 爱顿对于勇士有三大意义 其一 保罗可以继续挤斗爱顿的属性 比如高效吃饼 其二 勇士的传切战术 最需要一个稳定的挡拆手来做支点 格林缺乏投篮威胁 更没有拦下优势 卢尼挡拆效率确实高 但是不足以吸引对手 放弃对持球人的包夹 过去三个赛季 库里之所以打得很勒 有这方面原因 格林和卢尼 根本无法让对手放弃对库里的防守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护框 高度优势 在太阳这几年 爱顿确实有力使不出 是太阳的体系 以及战术支撑确实对爱顿很不友好 如果爱顿能来到勇士 身边是一群顶级射手 加保罗和库里这种持球人 场均20加12问题不大 勇士彻底解决那些难题 而对于太阳来说 送走爱顿 重要的是 换来什么 从上赛季结束后 太阳方面不断传出 有关于爱顿离队的留言 但是送不出去 独行侠那边还有一可佩拉 对爱顿油油油油的 加上新帅沃格尔表示 他会使用好爱顿 太阳也就不再勉强 但是如果能得到 维金斯加卢尼加穆迪 太阳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了 维金斯 稳定长均18分 季后赛防守大闸 他是为数不多 能跟上对手小个核心后卫的 全能风险 而且有高度 有覆盖面积 这能极大缓解杜兰特防守压力 他自带的无球体系 也是配比尔和布克 维金斯在勇士这几年 把他的角色属性发挥到极致 球队需要他做什么 他就能给什么 卢尼更不用说了 任劳任怨的内线篮领 虽然没有太多进攻能力 但是只要做好防守即可 而目的则是太阳最需要的射手 太阳整个阵容深度 瞬间击身联盟前三 显然 这是一笔双赢的交易 至少太阳和勇士两支球队都不吃亏 勇士其实非常缺乏内线指点 相比较而言 风险这里 如果维金斯离开 库明家是很有可能直接上位的 他在过去两年的成长 比预想更快 而且新赛季 有了保罗的加持 库明家会成为勇士未来封献答案 他和格林并不冲突 因为库明家是勇士少数具备持球冲击力 且能撕扯对手防线的球员 而格林依旧稳定在四号位 以及小个阵容的五号位 之前 勇士随队记者斯拉特也曾表示 虽然惊吓得到萨里奇 但如果勇士是以冲冠为目标 这远远不够 相比于绝金 胡人 快闪等球队 勇士整体高度 以及对抗劣势确实很明显 库汤追三人组年龄越来越大 夺冠窗口越来越小 既然明知道内线是弱环 倒不如放手一搏 因为交易市场上 真正的优质内线并不多 爱顿仍然有很强的可塑性 而对于太阳来说 球队三巨头有了 但篮球是五个人的运动 如果维金斯和卢尼能来 大业基本成了一半